欢迎来到量子理学节目 我是量子 大家叫我量哥 基辛格先生呢 刚离开人世 那留下了巨大的国际政治的遗产 那不只是他在世界上所做的外交的贡献 而且包括他的著作 事实上我个人也是基辛格的粉丝 那我常年研究国际政治 也发现从他这样的一个研究方法 也就是说结合历史研究 还有地缘政治的分析 还有国家的这种从历史衍生出来的 自己对自己的国家定位跟国家利益的看法 还有寻求国际秩序的平衡 是一个比较能够洞察 国际政治动态的一个研究方法 那他不只是一个学术研究者 同时也是一个实践者 精力非常充沛 那来到中国一百多次 难以想象 那各式各样的穿梭外交 还有国际累积的人脉 对美国立任总统的影响力 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基辛格 我今天的题目是要偏重基辛格有关中国的部分 那我的标题叫做基辛格的中国智慧 为什么会下这个标题呢 因为基辛格在访问大陆那么多年的过程当中 他发现中国人对于国际政治的理解 跟他还有尼克松是比较接近的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观察 那他对于苏联 他就非常不以为然 所以这个我们所讲的说 他从中国人做国际政治 尤其是周恩来 毛泽东 这些前中国的领导人 他们身上到底发现了哪些智慧 跟他得到了共鸣跟合拍 我们今天大概就要来分析这样的问题 我们首先看到基辛格逝世 习近平主席制了这个宴殿 他说基辛格博士是世界著名的战略家 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跟好朋友 那半个世纪前 以卓越的战略眼光 为中美关系正常化 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造福了两国也改变了世界 那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发展 增加两国人民友谊 作为毕生的追求 那基辛格曾经讲过这句话 他说中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那下面是照片 我们看到基辛格见到毛泽东 那另外一个是他见到邓小平 这两位都是中国历来最伟大的领袖 那基本上他都有过接触 那另外一个就是拜登 那你可以看到拜登对基辛格的宴殿就写得相当不客气 你可以看到他怎么写呢 他说在我们的事业当中 我们常常有不一致的意见 而且常常是强烈的不一致 那可是他的这种猛烈的智力 还有深刻的战略的聚焦 那还是很明显的 很不幸 拜登他就是因为他就是民主党的 基于这个价值外交 后来所开出来的果实 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是到处碰壁 我们待会再来看拜登 你可以看出拜登跟基辛格 比如说对乌克兰对中东的看法 你更看出基辛格的深醉的眼光 那当然也包括中国 所以拜登做出完全负面的评价 知道美国做出负面的评价相当多 尤其是拉丁美洲左翼的 只要是左翼的对基辛格都相当不喜欢 那基本上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们是认为 外交应该要有价值的内涵 比如说自由民主人权 或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作为外交的动力 那基辛格刚好就站在他们的对立面 他认为这些都是错的 你要用价值来当做外交的动力跟目标 最后搞不好你会适得其反 这个就是基辛格的一个非常根本的观点 他认为国际秩序稳定的来源 是在于势力的平衡 然后必须要对这个国际秩序找到 各个强国同意的合法性 而不是来自意识形态 这个待会我们再来论述 那他这套分析方法在历史上证明是有效的 而且常常可以看到更长远的问题 我们也看到央视对他做了悼念 他说从1971年到现在来过中国一百多次 那他可以说是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是中美关系解冻的领导人 那他说他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样的一个称呼为荣 那另外就是中国大陆驻美国大使谢峰的道词 这个我们就不细数了 那这里有一个比较有意思 是Ray Dalio 这个是桥水基金的创办人 他目前也在中国大陆做很大的投资 他是全世界最大的私募基金 他也非常推崇基金格 事实上他也研究中国历史 这个Ray Dalio 所以他大概心有七七焉 就是从长的大历史来看中国的发展的动力 他认为他跟基金格有类似的立场 他讲的这段话 他说基金格永远是我和许多人心目中的英雄 他有着无与伦比的洞察力 对历史有如此深入的研究 能极大程度的参与历史的塑造 并拥有像许多世界领导人一样的知名度跟影响力 所以他觉得这个非常了不起 他还富有独特的能力 能够从所有相关利益方的角度来看待事物 会从战略性的思考 他们会走到何方 或者说应该走向何方 这个就非常了不起的一种能力 就是说他有整体的观照 看到各种利益 在未来走的过程当中 会发生的各种冲突与矛盾 然后从中找到一个可行的道路 这个是了不起的一种智力 所以达利尔对他做出了一个非常高度的评价 然后说即使到了一百岁的时候 他能在全球做出贡献 深度参与一些最重要的话题 比如说他最后一本书是写 人工智能与国家治理跟外交的问题 这个是基辛格的第一本书 这本书成为历史的经典 那也是政治学的经典 那就是他的博士论文改写的 他的博士论文就在写什么问题呢 他在写说 为什么从1814年 拿破仑战败之后 整个欧洲一直到1914年第一次大战 整整一百年 欧洲没有发生大的战争 这一百年的秩序 到底是如何维持的 因为在1814年到1914年 欧洲大概只发生过像克里米亚战争 只有像这种 不是大国对大国的战争 而是为了一个标的 所以各国介入的战争 可是你可以看到从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然后到1939爆发二战 然后到战后的爆发的冷战 有人说20世纪是最残酷的世纪 这个是霍布斯邦讲的话 那20世纪这么残酷 19世纪却维持和平 那和平的道理何在 他就是写这个问题 那他基本上提出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些观念 他说 这个俄罗斯击败了拿破仑之后 各国构建新的国际秩序 那最重要的有一些因素 第一个就是 他们并没有很严厉的去处罚法国 不像一战 大家去惩罚德国 结果又造成纳粹的崛起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顾虑到各种势力的平衡 所以呢 关注到了外交的局限性 还有国际稳定的要素 也就是说 我们那个时候叫做欧洲协调 这样的一个概念 持续了100年的和平 那核心的观点就是军事外交 那基辛格他就说 国际和平最好不是由法律 或国际组织来确保 他认为这样是确保不了的 法律是确保不了和平的 国际组织也确保不了和平 而是要依靠分散的权利 而且要克制强势者的野心 才能够实现 你不觉得这个对当下 我们国际秩序非常有意义吗 美国霸权如果没有得到克制 这个世界就不可能没有战争 那一旦美国被克制之后 那各种军事之间的平衡 也是很重要的 这和平要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得到了一个 很核心的概念 就是不把意识形态 还有报复 考虑在内 冷静的军事安排 是国际秩序能够和平的主要原因 我认为这种观点跟目前中国的观点完全一样 那这个就是有关他的博士论文 就是和平 合法性 以均衡 他基本上认为国际秩序必须要 主要的大国都要同意 那这样的所建立的合法性 才有可能被所有的国家来接受 那才能够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则 那你可以看到美国目前所干的事 以规则为导向的国际秩序 那显然就是没有成为这个各个大国所接受 所以怪不得国际现在的纷争不断 那这个是有人写了基辛格一篇文章 我觉得这写的相当好 这篇文章发表在微信 那这个合纵连横基辛格 他说几乎没有办法想象 如果没有基辛格 美国跟世界上最重要的军起大国 中国会是什么关系 这是哈佛大学Alison讲的话 那在去世一个月前 他还在纽约举行的美中关系 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上 发表了谈话 那他的成就 光是讲出这四点就相当惊人 他个人的外交成绩 第一个是推动了美国跟苏联 签了战略武器限制条约 那第二个就是结束越战 那第三个就是秘密访问中国 然后达成美中关系正常化 那第四个就是透过穿梭外交 来结束1973年的阿以冲突 阿拉伯跟以色列的冲突 你看这个都是非常不平凡的外交成绩 那就在他一个人身上来缔造 所以他本身也是一个很成功的实践者 基辛格一般被认为他是把大战略 还有穿梭外交的各种能力都结合起来 那美国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 美国现在往往政策一大堆 可是战略不够 那基辛格是唯一可以扭转这种局势的人 可是很不幸他过世了 他基本上就是不受意识形态的限制 他会找出所有可以选择的能力 那这个外交政策 他认为如果你一切都要去要求道德至上 你不但不会实现 而且反而会更不安全 这些基本观点 这个我想大家可以做参考 事实上我们现在就进入中国 为什么基辛格这样的一种历史出发的 地缘政治现实主义的观点会看好中国呢 这个看法刚好跟基辛格 几乎同时过世的一位投资大师 蒙格 我们知道蒙格就是巴菲特身边最重要的 这个投资伙伴 这两人都同时看好中国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蒙格完全不受美国一些华尔街 彭博文章的影响 他就是看好中国 他最有名的投资的案子就是投资比亚迪 那当初占股大概12% 后来总价值超过80亿美元 这个相当有眼光的一个投资 蒙格讲过这样的话 他说中国未来20年的前景比其他任何大型经济体都要好 那第二 中国的头部企业更强大 更优秀 那目前的估值都要便宜得多 这种都是历史观点才会得到这样的评价 那个同样基辛格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 他也认为美国已经忘记了如何跟中国打交道 也完全不愿意去了解真正的中国 所以他认为美国的外交正逐渐走到了一个困境的宰相之中 这个是基辛格写的一部名著叫《论中国》 他早就讲过了 他说人家历史那么长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最终还是解决了生存跟发展的问题 这总有人家古老的智慧存在 然后他就说 中国大陆事实上已经学到了一些生存之道 那他跟我们所假设 好像我们自认为比较好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可是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 人家有他的生存发展之道 基辛格他就说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随时都是一个起点 那当他建立大一统盛世的时候 都不认为这叫创造 而叫复兴是回到巅峰 所以他的历史有无处次的高点 中国人有一种迷之自信 总觉得自己本来就该在那个位置 那目前会这样 只是一种意外 简单讲就是1812年鸦片战争 到1949年这段百年的屈辱 当意外过去 他们慢慢积累 终究会回到那个位置 你这个表我上次秀给大家看过 这个就是刚刚我讲的那位 私募基金的创办人 桥水私募基金 达里尔画的图了 中国你看那个红线 他曾经在历史上多次的光辉 所以伟大复兴是有他的 历史的原理存在的 而且基辛格在跟中国谈判的过程中 他又看到了周恩来跟毛泽东的思维方式 他说中国不是求速胜 而是强调巧用计模 还有迂回策略 耐心累积相对的优势 所以他认为这好比在下围棋 注重的是势的累积 不会追求一时的决胜 而是喜欢论持久战 喜欢比拼历史的耐心 一步一步累积优势 最终攻守之势一也 这个是基辛格独到的 中国的围棋兵法 那跟西方的西洋棋的兵法 是完全不一样的 推崇决战决胜 强调英雄战局 他认为这不一定是好的一个东西 这个也只有基辛格可以读得出来 而且基辛格也从 外交实际跟周恩来 对话的过程当中 学到了一个道理 他说 中国跟苏联是很不一样的 他说中国领导人 是我所遭遇的对手之中 最能够接受尼克松式的外交手法的一群人 事实上就在讲他自己 那最要紧的是 能不能够在一致的利益上合作 然后他说 中国领导人呢 他在感情上 感到安全 他们比较不计较小地方 而着重在建立互信 而且随时可以承认错误 他总是对自己的文明 对自己的思维 有着无比的信心 可是苏联呢 总是会计较一些小得失 那往往把政策的博弈 搞成是双方都感到非常疲累的一个工作 意思就是 中国大陆习惯建立大的框架 来从这个大的框架里面来解决细节问题 这个我觉得基辛格是读到了 中国式谈判的一个惊要的意义 所以他从这里出发 他就用军事的角度看中美关系要怎么发展 他说中美虽然有不同的文化跟历史 可是呢 世界的和平跟繁荣需要两个社会之间的理解 他后来提出一个概念 叫做相容的优先性 就是你有你的优先 我有我的优先事项 可是我们可以寻求相容的利益 叫compatible priorities 那后来他就 从这里就引导出很多看法 就说两国都是大国 要学会平等相待保持接触 要孤立或隔绝另外一方 都是不可接受 而且不可能成功 然后他也提到 两个大国应该要基于共同的利益 要共同进化到一个更全面的框架 他认为最好的情况 是建立一个太平洋共同体 那由中美两国 不是一个敌对集团的竞争 而是建立磋商跟相互尊重的传统 从而使得共同的世界秩序 能够来体现各国的报复 这是他的理想 可是很不幸 他过世了 那目前中美关系显然不是如此 那基金格曾经警告美国 他说美国如果始终用这种凌驾他人的方式 逼着欧洲要当自己的同盟 比如说北约你就是老大 终究欧洲会开始找到自己的利益 那欧洲就会逐渐跟美国分裂 这个叫大西洋的分裂 那欧洲就会逐渐朝向欧亚大陆 欧亚大陆事实上就是我们广义讲的一带一路 那中国会成为全人类的主要顾问 如果世界变成这样 美国就会变成地缘政治上的孤岛啊 然后美国跟西方国家就会变成像英国跟欧洲大陆这样 他这个是一个时代的大预言啊 就中国大陆现在有三大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会不会逐渐从欧洲大陆 然后衍生到欧洲 然后让欧洲部分的国家开始接受这种想法 然后跟美国开始发生驱离 那如果这样的话 美国自己就变成一块大陆了 那这个就是美国的悲剧啊 他曾经这样警告过美国 而且他也看到中国正在用他的军事外交的智慧 在处理国际的问题啊 那这个最明显的就是中东 促进了沙特跟伊朗的和解 基金级高度评价这件事啊 那把它比拟到当年他去访问中国 那造成了美中和解啊 他说这个已经改变了国际外交的整个职权的范围啊 那中国第一次成为和平缔造者 而且这个角色还会不断的复制啊 等于就是说中国开始成为创建世界秩序的参与者 那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最后我们来看他对乌克兰的诊断啊 你也可以看到他的智慧 事实上基金格早就在2014年 就在华盛顿邮报写了一篇文章啊 他说乌克兰你千万不要 想要一面倒的要参加北约啊 乌克兰你内部有亲俄罗斯的势力 有亲西方的势力 你应该善用这两种力量去创造正能量 而不是互相压迫 比如说亲西方的力量执政 你就去压迫亲俄势力 然后一面倒向西方 你这样就会造成悲剧了 所以基金格当时说 乌克兰应该成为连结东方与西方的桥梁 不应该加入北约啊 这样才能够左右逢源啊 那很不幸乌克兰没有选择这样的道路啊 他当时写的文章 他写的这个标题啊 他说大家都在看乌克兰的战争啊 因为那时候刚好发生克里米亚的危机啊 他就说大家不要只看到那个战争怎么结束啊 大家要看到底乌克兰要往哪边去啊 如果不知道未来的方向 你光是停止战争也是没有用的 重点是如何结束战争 然后朝向哪个方面 他说最重要的是 乌克兰啊 你不要参加西方或东方 你如果要好好的生存与发展 你不能够参加任何一边的战队啊 你应该成为双方的桥梁啊 这是他的文章的主意啊 然后他就说啊 可惜啊 乌克兰这个国家只独立了23年 领导人还没有学会妥协的艺术 更不要说有历史的观点 来看待自己的定位啊 那问题的根源在于乌克兰的政客啊 往往都想把自己的医治来压迫其他一方 结果造成轮流执政 然后双方变成敌人啊 明治的政策是什么 应该让两派来互相合作 寻求协调 找出可以跟俄罗斯 还有西方共同相处的模式 这个我看到他对乌克兰的诊断啊 我真的觉得非常适用在台湾啊 因为现在台湾的独派的势力就是一面倒的 倒下美国啊 那这个事实上是导致台湾未来会面临更大的悲剧啦 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啊 就是在讲基辛格的军事外交 还有从这里出发 希望能够从每一个方面 各种利益方找到一些可以合作的议题 那这样才是寻求这个外交能够往前走的健康之道啊 而不是总是站在一个前提上 认为自己比对方优越啊 那这样事实上永远都不能够 创造出健康的外交之路啊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